我們請林警官 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是美國藝版牛排 我們試看看好不好 對 好 我們在這邊 你知道這個洞口稍微低個 兩三低 然後擺放個五分鐘 等一下就現行了 好 那現在我用的這個中間 這個也是有一點血水 我們只要取一些血水就可以了 這個比驗毒品還更快 這個 對 這平均成本大概一片是一百塊 還是陽性 天啊 不是 完全是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陽性 剛剛一開始我說 一條線就代表是有陽性的 兩條線才是陰性 但是牛肉 這個美國人吃牛肉是多 但是你想想看 你一個月吃 我是不知道 像我們家是一個月要吃一次牛肉 是有點困難 一個月啦 吃牛肉有困難 平常滋肉是每天吃嘛 對 天啊 一條線耶 全部都是陽性 所以美國進來的東西 當然我們尊重 就是美國當然它是以利益為主嘛 當然以利益為主 就是說美國要賣我們東西 其實我們要吞下去 那現在政府就是要我們所有民眾要吞下去的 我們所使用的是 雷敏度比較高的 性為生技公司出產的試劑 只要2PPB的萊克多班就會現行 比國內法規標準再嚴格五倍 桌上所擺的三排肉 是民間特徵組隨機到賣場去買 我們到美式賣場 看見有很多人在美國牛肉區採買 還有工作人員不停補貨 再轉到第二家賣場 在生鮮肉區區分為台灣豬肉區 以及進口肉品區 用萊克多班試劑一側 三排肉的生血水都呈現陽性 也就是含有萊克多班 只要濃度含2PPB的萊克多班就會現行 我們在用和於國內標準的0.001ppm 也就是10PPB來測試 就會是1滴生血水加上4滴清水來稀釋 用全新的試劑盒再測一次 我們現在稀釋 我先滴4滴進去 1 2 3 4 然後再用這個血水 1滴就好了 試劑盒靜置5分鐘之後 都呈現出兩條線陰性 也就是說萊克多班都合於10PPB的法規內 結論就是三盤美國牛肉都含有萊克多班 但都沒有超標合於國內法規 對這樣的結果 美式賣場回應 所販賣的美牛是符合政府法規 合法進口的商品 而另一家大賣場回應說 會對所測試結果的商品進一步了解 國內進口牛肉皆是供應商需要負責 符合政府法規要求測試標準值才能進口 在牛肉入境前都需要接受查驗 符合後才能夠進貨到店裡 如果有發生超標狀況就會讓商品下架 相關檢測結果會發布在網站上 美牛已經進口一段時間 可是當初馬政府時代 它是只有30月0以下的美牛可以進來 現在蔡政府不但開放萊豬 而且是30月0以上的萊牛 美牛也可以進來 當然美國牛或美國豬都有分 有萊克多班跟沒有萊克多班 而美國當地呢 他們其實自己用萊克多班 在飼養這些牛啊豬羊 他們也只有不到兩成 大部分都還是吃不含萊克多班 80%是沒有萊克多班 沒有瘦肉精的豬肉 所以他是把這些有瘦肉精的豬肉 牛肉是賣給需要開放的國家 像歐盟他們也禁止美國荷爾蒙牛 萊克多班是放在荷爾蒙牛 跟豬的類別裡面 他們也堅持了這麼久 但現在我們一說開放就開放 怎麼辦 我覺得心裡好沉重喔 想吃不含萊克多班的豬肉牛肉 除了認清台度標章 以及選擇歐盟進口的肉品 不然就是生血水 做這樣的試劑測試 才會比較安心 但實在說上班族煮菜前 還要這樣測也頗辛苦的